那么埃及人呢 他做的是木乃伊 木乃伊我们如果用通俗的表达 就叫干尸 他不仅仅给人做木乃伊 还给猫 给鳄鱼 这个做木乃伊 你到埃及都可以看到 那木乃伊制作呢 是一个技术 我们知道什么事情都要有技术 古代埃及人都信 人死了以后 灵魂不会消亡 我们今天老讲灵魂 就是人在路上 灵魂在哪 古埃及认为灵魂呢 依然会依附在尸体或雕像上 所以法老死了以后 他都要制成木乃伊 因为你要把它烧了 它灵魂就没了 所以他作为对死者永生的 一个纪念方法 他会用香油或者是用香料 这个涂抹尸体防腐 然后呢 他木乃伊呢 这个古埃及制作的 这个木乃伊的方法呢 我们今天听着呢 有点恐怖 他很聪明 他首先要把你体内的 最容易腐烂的软组织呢 全部给你去除 首先是脑浆 脑浆 他认为这脑浆得取出来 脑浆怎么取呢 它是工匠啊 是从这个鼻孔里 进去把筛骨捣烂 捣烂以后用特出的工具 把里头的脑髓破坏 然后呢 用长柄的勺状物 从鼻孔里把它掏出来 听着非常恐怖 然后再把一些药物和香料 这个灌进去 灌到这个空空的头盖骨里 然后呢 取出内脏 取出内脏 内脏呢 你去到埃及去 如果你没有机会去埃及 你去大英博物馆 大都会博物馆 看木乃伊展出的时候 他旁边一定有四个罐 那四个罐是什么呢 是肠胃肝肺 切出来以后取出来 把这些东西处理以后 都装在那个瓶子里 那么他把他的胸腔 腹腔啊等等 全部处理 塞进了 包有松脂的一些香料 一些这个材料 塞入木乃伊的腹中 他塞进去以后 为什么要把内脏都取出 因为内脏里有大量的细菌 最容易腐烂 所以他把这些内脏呢 都搁在各个小罐里 然后把人的腹部 塞入香料和 这个反正能消毒的东西 最后把它缝好 这种小罐啊 从埃及的这个藏式上讲 从古王国到新王国 都是越来越复杂 这个藏式都是越来越复杂的 那么古埃及有个意思 你说怎么四个罐 咱不是五藏吗 他干嘛弄个四个罐 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是心脏 他没有取出来 他认为心脏是一个 智慧的象征 所以呢就得想尽一切办法 把它保存在体内 从某种意义上讲 心脏是一个非常坚实的肌肉 是动物身上和人身上 最坚强的一块肌肉 我们从形成那天 就你还没生下来 还在你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 你的心脏就开始跳动 一直到你生命的最后一刻 不停的 不分黑白的跳动 我们所有的肌肉都有机会休息 唯独心脏 一生才操劳 所以心脏呢 肌肉特别坚实 你如果不知道 自己的心脏有多么坚实 我建议你们 如果有这个机会 到餐馆的时候 点一盘猪心 你去咬这个猪心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比猪身上任何地方的肉 都坚实 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制作木乃伊 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就叫脱水 只要你身体的肌肉部分 如果含有水分的话 它就会腐烂 所以它有一个重要的干燥过程 这个过程呢 工匠们就先用布包 泡上碱和其他的填充物 包括这个就是盐分 就是使用盐呢 在这里头呢 包裹你40天 吸干了你身上的所有的水分 然后取出这种填充物 就简单的说 我们如果用一种 大家能理解的方法 就是等于腌制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里要放什么呢 要放一些药 这些药 我们今天有的中药里 都有墨药 桂皮啊 泡碱啊 锯墨啊 等等 缝上了这种小 这个填充这种布包 最后细心的缝上了 这个切开的这个切口 中国人是这样 中国人就说 这技术不算啥技术 咱都会呀 咱为什么没做呀 咱会 咱不是咱也能 腌点腊肉 做点火腿 这不都是这技术吗 那腊肉火腿挂那好几百年 它也不坏 它不就是个木乃伊吗 对吧 为什么中国人不做这件事呢 因为中国人的理念 是希望这人去世以后 叫誓死如生 我们经常是这样形容 文学的描写 一个人去世以后 说他那个神态安详的 像睡着了一样 他永远不能说他故去了 说他睡着了 跟活着一样 但是古埃及人 不这么认为 认为他是认为你的遗体 就是死了 就是去世了 所以我要经过一个一番整治 让你保留下来 那我们除了前面说的 这么复杂的一个过程以外呢 就是最后一个手续是什么呢 就是要化妆整形 因为他希望他的皮肤 还保留他生前的这个状况 所以呢 他给他皮肤美容 比如牛奶啊 葡萄酒啊 香料啊 什么等等 都要给皮肤美容 然后眼睛呢 则是用亚麻和石头填上 那么你去看木乃伊呢 他没有那么过度的塌陷 面目非常的丰满 如果不做处理 我们都知道眼睛啊 我们的每个人的眼睛 都是水分极大的 一旦破损以后 什么都没有 那眼睛都塌陷 他没有 眼睛都是鼓鼓的 那种感觉还是很不错 因为我在近距离看的时候呢 这么近距离看的时候 很注意一些细节 那么化妆师还要给他呢 涂一些啊 嘴唇上像涂一些口红啊 然后呃 这个编好的假发套 套上穿好衣服 然后最后呢 还要配一些珠宝 古埃及人把这些手续都做完以后呢 他最后就要包裹他 埃及人认为呢 包扎尸体是充满了险恶的 所以叫祷告啊 祷告这个包裹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呢 不像我们想象那么简单 他大概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那么包扎尸体的手 每动一下 就伴有一次 庄严的祷告和神奇的符咒 就是 为什么那么长 你说那包裹不一会儿就完了吗 没那么简单 他每包裹一下 就要祷告一次 要念一次神咒 要把自己保护起来 那么 他们很重视一点 就是心脏 我们讲了 他这四个瓶子 就唯独就把心脏掏出来呢 所以他一般都用一种绿色的石头 或做成圣甲虫 或者做成人心的形状 上面刻着保护死者的心 使他不产生危害于主人的东西等等 这种词句 里头得写这样一句 不管是神咒 还是这个咒语 他要写上这样一句话 放在木乃伊身体上 然后裹着进了这个亚麻布 这个时间 木乃伊的整个的包扎时间 大约需要两个多月 七十天 最后下葬 这个过程很复杂 我们过去中国的葬事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是要尽快下葬 中国人有一句经常说的话 叫入土为安 所以中国人 这个过去古人在去世里 尽可能的 把丧事早一点做完 所以我们今天啊 一旦一个人去世以后 因为主多的原因 比如有的是有跟医院有纠纷 还有的事情说不清楚 所以一直搁在医院 或者太平间的冰柜里 一直没有火化 在中国人看来 叫没有入土为安 觉得这个人故去了以后 依然不得安宁 在这一点上 古中国人和古埃及人之间 有一点点差异 古埃及把这个葬事 做得非常的漫长 做得非常的严谨 做得非常的带有神的 这种色彩 那么我们就想 为什么埃及人 是这样一个状态呢 我们就要简单的了解一下 埃及的历史 埃及的历史非常长 它距今呢 是至少五千年以上 我们经常也说 我们是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 但我们有文字的历史 不足四千年 现在一般最上限 就说到大约有三千八百年 在这之前呢 我们没有文字 文字是人类文明中 最重要的节点 因为有了文字 我们可以跨时空沟通 什么叫跨时空沟通呢 很简单 我们今天微信 短信 随便一发 就跨时空沟通 但没有时差 过去呢 跨时空沟通 可以说这个 有时差的 什么叫时差 比如说 这老婆 晚饭前做好了晚饭 然后呢 临时有事出去 跟朋友约会 老公下班以后 桌子上写了一个条 老婆写的说 老公 饭在锅里 菜在冰箱里 微波炉 热一下即可了 这就叫跨时空 因为它不是在同样一个时间内 传达的信息 有了文字以后 这个信息可以跨时空 长距离的沟通 比如写信 就是长距离的沟通 那跨时空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经过训练 可以轻而易举的读通 2000年前古人的文献 这就叫跨时空沟通 所以文字的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上 不管哪一类文明都是最重要的 埃及的这个象形文字 出现得非常早 尼罗河下游 1350公里的这条河上 它分为 简单的分为上埃及和下埃及 上埃及就是埃及的南方 下埃及就是埃及的北方 那么大约在公元前3150年的时候 上埃及的国王 美尼斯征服了下埃及 建立了统一的专制王朝 这就是埃及 那么埃及经历了三个统一时期 其他的时候都比较乱 历史上都一样 就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那么在他的古王国时代 就是公元前2707年到公元前2107年 这中间有600年的时间 这时候跟中国如果横向比较起来 是我们的新时期时期 我们的夏商周的这些王朝都没有建立 那么在中王国时代呢 它是公元前2119年到公元前1793年 那么它存在了呢 大概400年 它是相当于中国新时代时期末期到夏王朝 这个时期 那么当时埃及的中央政权呢 崩溃地方的贵族的势力强大 历史上都是这样 都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 谁管谁的问题 那时候这个时期呢 金字塔就不再建造了 由石窟陵墓替代 再往后呢 新王国时代呢 是公元前呢 大概是1550年到1069年 那存在了也大概是500年的样子 那相当于我们的夏朝 一直到这个商代的末期 这时候是埃及艺术史上的黄金时代 我们今天看到的重要的 精美绝伦的叹为观止的埃及的文物 大概都是这个时期的 那么在后面就是后埃及时代的 国家就开始分裂政权更迭 埃及是这样啊 就是他在这个被希腊人统治后 以后呢 有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最后是被阿拉伯人的统治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埃及 为什么跟古埃及不一样呢 是因为古埃及是古埃及人统治的 而现在的今天的埃及呢 现代埃及更多的是阿拉伯文化 法老我们今天一说 法老就是埃及的国王 对可以这么理解 那么法老它是一个英译啊 英译 我们中国人认为啊 除了天地以外就是法为大嘛 所以这个翻译还是很准确的 它法是一个标准 所以我们老说依法而行 是吧 那么老呢 它在中国人心目中呢 也是一种心目中的权威 所以法老这个译名 还是译得很准确的 这一称呼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古埃及语中王公一词 王公他这个词啊 跟中国词汇中呢 还是有可以找到比较相像的地方 比如啊 我们说主席 主席的本意是什么呢 是主要席字上的那个男人 这是我过去讲课书讲过 所以简称为主席 那个男人就去掉了主席 对吧 那么法老什么意思呢 他是王公宫殿里的那个男人 这个男人也去掉了 所以他是宫殿的意思 所以法老意思跟主席意思呢 有异曲同宫之妙 法老今天的含义啊 及埃及国王的这个含义呢 这个是后来全世界 能够公认的一个含义 法老自称呢 自己是太阳之子 是神在这个人间地上的 一个代理人 或者是个化身 所以臣民都要对他崇拜 那么比如你看我们的名字啊 我们的名字啊 我们今天说啊 过去的帝制社会叫皇帝 这皇帝怎么来的 这名字啊 这皇帝的名字还真是 不是白来的 是秦始皇帝的 秦始皇以前呢 都是我们常说的三皇五帝 是吧 如果比如啊 西皇这个福西啊 这个蛙皇女蛙啊 皇帝轩缘啊 炎帝神农等等啊 这些都是过去的三皇五帝 到了夏朝以后呢 他就称王为后啊 商朝呢称为帝 天子呢 就到了周朝周天子 称为自己是王 战国以后呢 就是乱七八糟 自个儿都想称什么称什么 那么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啊 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 要统一文字 统一杜梁恒啊 那么他还做了 就是定下了这个皇帝的 这个名称 他认为自己呢 德奸三皇公盖五帝 我们说的三皇五帝 他认为自己一身啊 就超过了这个历史上 所有的记载 所以就创造了皇帝一词 他称自己是始皇帝啊 第一个皇帝啊 那么从秦始皇称帝以来啊 两千多年中国过去的 我们的说法叫封建社会 最高统治的称谓都叫皇帝啊 三乎万罪 那么我们到埃及啊 看木兰伊 我们刚才讲了 看了拉美西斯二世啊 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到处都是 因为他是古埃及历史上 最著名的法老 拥有一段特别传奇的人生 他在位多少年呢 六十七年 中国啊 在位最长的皇帝是 康熙六十一年 那么乾隆呢 是六十年 不愿意超过他的祖父 退位又做了三年多的太上皇 加起来不过六十四年 那么拉美西斯二世 在位六十七年啊 他有八个皇后啊 贫妃呢 就不计其数了 他有一百多个儿女 这说起来不算多啊 有人老说我要这样 我生的比他多 那是你说啊 你到那样 你也到不了那样 那么他其中呢 他有十二个合法继承权的儿子 结果都早于他去世了 因为他活得长 他活了九十多岁 当时埃及人的平均岁数 只有四十多岁 他活了九十多岁 所以他在当时就是神 要不然他活不了那么长啊 那么中国历史上 没有一个帝王啊 可以跟他比 唯一可以比的呢 那就是南越王啊 我们去广州看南越王墓 你就可以了解 南越王啊 寿数是过百的 他在位六十七年 正好跟拉米西斯 在位时间一边长 拉米西斯这个人呢 他活着时候 特别注重自己的宣传啊 按照今天的话说 特别注意媒体形象 所以在埃及的 没有一个地方 没有他的足迹 没有他的雕像 拉米西斯二十岁大的 比较震撼的雕像呢 就是在阿布辛贝神庙门口啊 门口22米高的 四座 拉米西斯二十的座像 坐着这22米 你想他站起来 多高 在三十多米啊 那么再有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他在孟非斯 躺着的这个雕像 这个雕像呢 是这个近代出土的 小腿以下都没有了 残长还有大概十三四米 他因为躺在那啊 你在上面看的时候非常的壮观 所有的细节 包括肌肉都雕刻的非常的准确 让我们很难理解 在四千年前的雕像能做成这样 那么他呢 现在在这个孟非斯这个地方呢 就是搭了一个简易的水泥棚子 也搭的比较局促 人呢可以在下面看 也可以站上去看他的全景 我看的时候我想 哎呀我们的埃及真是文物太多了 这么重要的一个文物 就搭了这么简单的一个建筑 就这么这个草率的展览 真是这个有点啊 有点感受不是特别好 我们如果没有机会啊 去这个埃及 去不了埃及博物馆 去看拉米西斯呢 如果有机会去英国 那叫大英博物馆 去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美国波士顿博物馆里 都有拉米西斯二世的藏品 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 拉米西斯二世死后 也葬在埃及的帝王谷 帝王谷啊 就是皇家临请 我们现在已知啊 帝王谷里有六十多座帝王的临请 埋葬着第十七王朝 到第二十王朝期间的六十四位法老 那么最大的一座呢 就是第十九王朝 沙第一室的墓 从入口到最后的这个墓室呢 水平距离大概有二百一十米 垂直下降了大概有四十五米 中国帝王的陵请 我们知道的秦汉以来啊 这个到隋唐的这个墓都没有挖过 如果挖过 我想里头一定要比它大的多得多 那么他的这个陵请的地 就挖成了地下的宫殿啊 墙壁和天花板上全部都是壁画 他的壁画非常华丽 颜色非常丰富啊 基本上我们能看懂 他壁画中的人都在做什么 生前都在做什么 那么这种墓室呢 它上面有大量的图形和象形文字 对于这个文字学者来说 都很容易分辨出来 他当时所记录的是什么 帝王谷这个非常值得参观的 这个陵墓很多啊 看不过来 因为你看着 你要是一个外行 你看着都差不太多 再加上帝王谷呢 比较热 就我们去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度了 在太阳下 几乎是一分钟都待不住啊 所以能够这个辟阴的地方很少 帝王谷啊 寸草不长 你得个低着头啊 过去我到隔壁沙滩的时候 新疆那个说寸草不长的 像打扮城什么呢 地上鸡脚嘎啦 还有点的绿色的东西 帝王谷是什么都没有 特别的干燥啊 去了一定最好就是遮阳散和这个墨镜啊 防晒霜都要涂足了 要不然你就会晒伤 那么你去看呢 他最值得看的呢 就是图坦卡蒙的墨和拉美西斯三世级六世的墨葬啊 当然他还有一些墨葬就是不对外开放的观着啊 跟我们的这个敦煌的石窟似的 你知道敦煌参观不是每个都能看的 那么拉美西斯二世呢 他被葬于帝王谷的几十年以后呢 就被盗了啊 他被藏到哪了呢 因为这个他当时盗墓的人呢 不敢动这个木乃伊 你看那个电影木乃伊 就是说你动他 他有法术啊 你顶多基于他的财产 弄点这个陪葬品就得了 你这个木乃伊你不敢动 所以木乃伊都保留下来了 保留在哪了呢 这些拉美西斯二世啊 和其他的几位法老的木乃伊 被藏在了迪比斯附近的一个小城 这个小城叫戴尔巴哈里呢 这个一个神庙啊 他这个神庙呢 名字叫哈特谢普苏特 哈特谢普苏特神庙里 那么一个哥了这么多年啊 几千年 一直到1881年 法国有个埃及学者啊 就是西方人啊 在这个十九世纪的时候 因为资本主义革命成功嘛 英国学者和法国学者 这些都是有资金支持的 所以他有很多学者呢 当然真的是不畏艰辛 跑到了我们今天的整个中东地区 包括埃及啊 就是勘察最老古老的文明 比如这个两河流域文明 比如埃及的古文明 那么法国的这些学者呢 发现了这个这几尊法老的 这个木乃伊以后呢 最终通过这个努力 把它安放在埃及的国家博物馆内 那么从这点上看 国埃及人对遗体呢 真是充满了敬意 就是对木乃伊充满了敬意 他跟我们过去古代的这个盗墓者不一样啊 我们的那个盗墓者啊 他一进墓葬他先毁坏尸体 他要踢尸体一脚 把脑袋踢到一边去 所以你看很多被盗的墓葬里的 那个头骨都不在原来的位置上 去年啊 就在去年 在开罗的贫民窟的这个地下水中 还发现了一尊拉米西斯二世的一个雕像 可见当时拉米西斯的这个普及程度 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一个世俗的观点呢 拉米西斯二世应该算是一个人生的赢家了嘛 盛世的君王 那么他比这个碌碌无为啊 因死后这个墓葬没有被盗成为最知名的法老 图坦卡蒙呢 这个完全的不一样 图坦卡蒙啊 就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图坦卡蒙 图坦卡蒙这个在埃及的法老里真的不算什么 他就是因祸得福 因为他当时死得比较年轻啊 19岁就死了 死了以后呢 他的自己的这个灵寝还没有做好 没地儿自安葬啊 当时啊 他就相当于他那个宰相啊 阿一呢 他自个的这个灵寝就让给了图坦卡蒙 那么这个地方很小 比一般的这个法老的灵寝都小 所以呢 他但是他躲过一劫啊 他是唯一没有到过的法老的这个灵寝 当时呢 是英国的探险家卡特 发现了他的这个墓葬 他震惊了西方世界 距今啊 不足一百年 那是1922年 到现在才是96年 那么打开以后呢 就看到他的那些东西呢 都摆在里头 他不是摆放叫堆放 比如床 床上面跺着踏 踏上面跺着椅子 所有的缝里塞着各种使用的器物 所以非常的满 他有照片 你看那个照片 你猛一看 你看不太懂 就是因为他是堆放 像一个狭小的仓库 把他生前的东西都堆放进去 那么当时开这个墓的时候呢 他这个墓里都可能有很多咒语嘛 我们看木乃伊的电影就知道 他说谁扰乱了法老的安眠 死神将张开翅膀 降临他的头上 那么另一处写的是什么呢 任何怀有不纯之心 进这个墓葬了 我都要像扼住一只鸟儿一样 扼住他的脖子 掐死他 所以探险队呢 进入图坦卡蒙墓室以后呢 数十年间啊 就进入墓葬的这些探险队员 很多都是离奇的死去 所以坊间传了很多很多故事啊 就说法老有诅咒的啊 说这个 那么到现在就没有办法科学的去解释 是这样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啊 最重要的一个发生故事的原因 叫巧合 一旦这个事情呢 巧合了以后呢 他就会赋予他很多很神奇的说法 这种最神奇的说法 莫过于这种巫师的诅咒啊 法老的诅咒啊 所以因为有了这些离奇的死因 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们拍了这么多的影视剧 写了这么多的离奇的小说 好